雪崙要拍片喔 你在算什么 我最近买了一档月配型的债券ETF00933B 我在算的时候如果要买到我的目标张数 然后能够让自己每个月加薪的话 那要怎么样买比较划算呢 说出来了吧 我说我算个大概啦 但还是要请ETF带人家古余老师 来帮我确认一下比较保险 喜欢我们的影片不想错过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的ETF相关资讯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订阅 而且还要记得开启全部通知喔 大家好我是Sharon 大家好我是谷虞老师 老师我们今天拍那个投资还是什么 谷虞还是什么里面的第一百集 终于来到纪念性的一百集了吗 对啊我真的没想到 这样默默的拍也拍到一百集了 可是说真的我觉得你很不够意思 又怎么了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你看都拍到一百集了 我前几天跟你说 我最近买了一档月配债券ETF00933B 我本来在跟你炫耀 结果你就回我说 这一档你早就买了 而且你还默默布局 领了几个月的席 还跟我说 你的席香甜的很 听着当下当场整个恼火耶 不够意思 不过话说 老师你看过那么多档的ETF 为什么你会买这一档00933B 这一档产品我们之前在节目上 有没有介绍过 有啊 那就好啦 那介绍完之后 你是不是对它的评价也不错 是啊 那就对了嘛 那你觉得它不错 如果我们也介绍过 对不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马上就冲进去买了嘛 不是这样买买不完 因为我们介绍蛮多档的 可是真的会让你采取行动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银行它就是特许产业啊 它天生就有护城河 而且它有个特点啊 像那个过去啊 这个十几年来啊 你是很少听到银行有赔钱的记录 顶多呢 是可能金控下面的某个业务啊 出现亏损 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呢 都还是在赚钱 所以我常常讲说啊 金融股啊 它没有什么特色 就是只会赚钱而已啦 对 确实老师说过这样的话 对呢 像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 当然就很简单啊 金融股本身呢 就是一个很会赚钱的 那它如果是金融债的话呢 你变成它的债主 那你的可靠度不就更高了吗 而且你看哦 我帮你以后把以前的记忆再重新激活一下 那以前我们在做这个933B的一个介绍啊 其实它有几个特点 首先呢 它是第一档的月配加平准金的债券ETF 而且呢 它整个平均到期的殖利率 有超过5.5%以上 中间有一度甚至来到6%啊 哇 真是让人家流口水啊 而且我们常常讲说 降息过程中最看重什么事情 当然是资本利得啊 资本利得跟它的存续时间嘛 是 它的存续时间高达12年以上耶 那这样子是不是降息的时候 它受惠的空间也很大 而且更重要的来咯 金融在下面全部都是A级的债券啊 哇 有保障 过去在做债券投资 常常讲说AAA到CCC 你最好都挑A级以上的来做投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的保障度才是最高的 当你选了A级债 其实投资朋友会有另外小小的疑问 就是说老师啊 我选那么多A级债 会不会我的那个债息率就变得很不好 你有这个疑虑是正确的 可是啊 在这么多的产业里面呢 刚好有一个产业 它不仅评级很高 债息率竟然也很高 这个就叫做金融债啊 好买其他的债券呢 你可能需要买到BBB啊 甚至BB啊才有机会拿到6%以上的债息率 可是呢你如果买金融债的话呢 好处就在这里了 你买的是A级债 但是呢你又可以拿到非常高的一个 债息率的一个表现 你去买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话呢 是不是保障啊 跟债息啊 一口去就全拿了 你如果今天想要拿到呢 比较好的一个债息率 通常啊 你要牺牲你的投资的平等 或者是说呢你的市场的部分呢 你可能要挑一些比较新兴国家的市场 你才有办法拿到比较高的一个债息表现 可是你看 我如果帮你把这些数字全部都统整出来的时候 你又没有发现 可以拿到A级 然后呢债息率在A级里面的表现又是最高的 其实你唯一的选择不就是金融债嘛 对耶这很难得耶 这是不是超难得的 而且你就不需要去承担其他的风险 你不用去买个什么BB的债券 你也不用去买什么新兴市场的一个债券 因为新兴市场他的A级 跟美国的A级是能够放在一级比较吗 肯定是不行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你在这个挑选的过程里面 你仔细用脑袋想一下 选那个金融债不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吗 我刚听起来感觉是一个CP值很高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用承担太高的风险 然后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我就可以买到一篮子的金融债 A级债 我在看资料的过程中 看到某个关键数字之后 偷然心动 立即行动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那个升降期是有循环的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在上一轮的循环结束的两年内 哪种产品的报酬率最好吗 通常是期限越长的越好 但是呢 我跟你讲 我们在做统计资料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停止升降期循环结束后两年 投资级金融债 竟然拥有最佳的资本利得表现 怎么可能 这太颠覆大家的想象了 当然 统计资料就在那边 我们是看数字在投资的 是 所以你看我们纵观前面跟后面 到目前为解的数字来看 其实呢 投资金融债就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你看平级好 债息高 而且在前一轮的升降期循环里面 他的总体的资本利得的表现又非常好 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在去年的10月发行以来 你知道他累积了多少资本利得吗 多少 整个韩息的报酬率高达17.72% 咬到17%多 这也太离谱了吧 韩息报酬率 哇 可是光是买债可以达到韩息报酬率17%多 这是黑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对没有错 但是这17.72%里面的话 他的配息大概2.65% 是 然后呢有15%左右的部分呢 是他发行以来赚到了一个价差 这档债券ETF 他吸引老师的点就是 他的配息不错之外 然后他的总韩息报酬 其实是吸引你入场的一个关键点 再加上他是A级的一个金融债 对没有错 其实他把很多的优点全部通通都集合在一起了 你去买这种 A级的金融债券 你不仅呢可以拿到6%预期的在一起率 而且呢他整体到目前为止 他还有个非常好的总报酬的一个期望值 你把数据看清楚前后的逻辑搞懂之后 你才会做出真正对你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你刚刚说的韩息报酬17% 这个还没有到FAT真正降息 如果真的降息那还得了啊 我觉得这一段的话呢 我们就放在心里就好了 不过老师说真的 00933B啊 他的配息不是最高的 而且他投资呢 又比较偏向金融债去代用产业 这样投资起来 他的安心感会是在哪里啊 我前面不是跟你讲了吗 金融债啊 他就是那个金融银行 他所发行的一种债券 银行本身的违约率有多低你知道吗 特许产业首先呢 他就有一个很宽阔的护城河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这种银行业啊 几乎都是年年都在赚钱 赚多赚少的一个问题而已 所以呢 我这边帮各位统计一个很有趣的资料 我们看2023年的违约率 2023年啊 金融市场感觉有很大的动荡 然后呢 金融产业呢 感觉好像状况有点不太好 我给你讲你的感觉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一定要把数字摊出来看才知道 所有的金融业跟非金融业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就好了 2023年感觉很动荡 对不对 金融业的总违约率0.39% 哇 很低 非金融业2.46% 哇 这里差太多倍了 我们把姓平BBB的违约率 跟姓平A的违约率啊 帮你整理在这边 给各位来看 你会发现 这两个的gap非常的巨大 所以代表什么 金融业呢 本身的违约率非常的低 然后呢 加上它又是A级的一个姓平 那你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算你的产业有高度集中 其实也没有关系啊 而且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买BBB的债券是有风险的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平等是会上下浮动的 那你如果今天刚好你买了BBB 然后那个公司的表现不太好 你说就在一线之间 欸对 就不小心 其实我跟你讲 你买A级的话呢 就算它稍微有变动 它也都还是投资级的 可是我跟你讲 那个银行的A级要变动啦 几率不大啦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我们要看大人物在做什么 我没有讲过 老师说过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看事情去做投资 才会轻松 我问你台积电里面 有没有很多的人才 一定有的啊 而且呢 都是全台湾对顶尖的 全部都集合在这边 但是你知道 他们在2024年做了一个决策 买进金融债 而且他买什么你知道吗 他买富国银行啊 华旗啦 摩根大通啊 美国银行啊 摩根史丹利啊 你知道他买了多少吗 他买了112亿的新台币啊 哇 真金白银的这个知识 这么信任这些金融债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齁 你如果不知道要买什么 没有关系 你只要看大人物在买什么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跟你讲说 买金融债是很有宝尚的一件事情 台积电都在买啊 而且他买了这些标的物 不就是这一档的标的物吗 所以这些大咖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了 我们就跟着大咖的脚步走 就走得很轻松 你就跟着行家的脚步走就好了嘛 想那么多干什么呢 对不对 老师我最近也开始在布局00933B 我的目标是100张 但是有地方一直很困扰我 就是我在投资上一直有个心魔 即使我现在资金啊 可以一次买个100张 可是我就是很规毛 一定要五张啊一张啊再慢慢的买 我就没有办法一口气像老师一样 一下去给他买个几百张 怎么办 这种好处虽然就是分批布局 可以分散风险 没有错 可是有个点就是他价格就是要默默的往上涨 我看了是在堆心肝 心会揪一下 怎么办 有没有那种可以建议布局的好方法 我跟你讲啊很难啊 但是呢你如果问我说呢 我们看着他一路涨上去 你又很想要加码布局的话 哪个时间点最好 我跟你讲啊 那个你只有除息这个时间点最好了啊 就是想按按不下去啊怎么办 不是我跟你讲 因为这一档还蛮有趣的 他在除息的那个前后啊 会回档修正 修正完之后会继续往上走啊 那你如果问我说 为什么听起来有价差的空间 我没有说有价差的空间 我们只是在看他的这个 这个线图的时候呢 发现他有这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很简单啊 那你如果今天心里有心魔 你想要能买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 有时候即使知道说是相对便宜 就是买不下去很多张欸 那没关系啊 那你就在每次除息的时候 就一次多买个几张这样子就好了嘛 这样子慢慢买慢慢买 迟早有一天你会把你的部位 全部都投进去的嘛 对不对 不然叫你平常看高高的时候买 你一定也不太开心嘛 可是除息之后 那个价格看起来有修正 心理商就比较能够接受了 你呢接下来的机会快来了 什么时候 因为6月20号又要除息啦 好不好 所以看线图来讲的话 除息就是第一点 所以我就6月20号 准备好资金 对没有错 给他买下去 你就在那个时间点充进去 然后呢 再多加码一点就好了嘛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6月20号除息 所以我要在最晚的前一天 就是6月19号买进 当然啊 而且他们这次配息的金额啊 有这样子 换算下来的你花值率高达 哇实在是很令人心动 这次就听老师的建议 老师现在市场预期啊 FED今年有很高的几率呢 今年会降息 那老师常跟我们说 我们要做好股债配置 没有错 这样子呢我们投资起来 就更安稳 更放心 那如果说00933B啊 这档债券ETF 要搭配哪一类型的ETF 可以帮我们创造出 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投资起来那种安心感 就可以饱满啦 冲到宝 而且领席也可以领的更开心 啊其实我跟你讲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买债券 绝对不会吃亏的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最近那个FED开完会之后啊 是 其实呢他得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结论 是 就是呢他不考虑再度升息 那这代表现在就几乎很确定 已经是升息的尾声了 是 那你在升息尾声的时候 你买债券 只要等到降息循环一开始的话 啊你的那个资本利的空间 啊不是就来了吗 而且市场有时候会提前反应嘛 其实我一直觉得现在已经有点在提前反应了 虽然呢他非常的嘴硬 还不可能大大方方跟你讲说我要降息 啊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啦 好不好 因为毕竟降息是一个 攸关全世界的一个大事 不可以随意的松口 但是呢可以做众多的暗示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话呢 你去做这种债券类的一个布局 我觉得还不错啦 尤其像我们今天讲到这个00933B A级的金融债 债息率也不错 从呢 那去年10月发行以来的话 又累积超过17%的一个资本利的 其实你想想看哦 17%的基本利的不错 对啊 这样算起来 其实也才8个月左右的时间 投资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都会跟投资朋友讲说 你一定要做一些不同资产类的配置 有几种比较大的分类 股票类收益类跟现金类 那股票类的话很简单嘛 就是股票ETF那一些嘛 对不对 那收益类是什么 收益类就是 像那个债券啊 瑞士啊 特别股啦 像这些的话 比较偏债券的一个性质的这种产品 它就我们会把它归异在 比较偏收益类这边 产品的类型不一样 它的走势就会不一样 有可能呢 A涨的时候 B是跌的 你把这种不同的产品呢 把它给组合在一起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整体的波动会变小 因为两个产品呢 其实长期的趋势 都还是往上走的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条呢 也是长期往上走的线 但是呢 它的波动变得比较小 波动变小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我们在投资的过程里面呢 常常会抱不住 就是因为波动太大了嘛 对 那你波动大的话 心脏小 那你很快就被 给下跑了 投资的过程中 有所谓的经典的股债配置 其实呢 就是要把整体的波动给降下来 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讲 买债券 都不会有兴趣 因为债券的那个债息率 过去不太好 对 那个才2%多而已 这个大家都不太喜欢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 5% 6%的一个水准了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考虑 在这个时间点 好好的建立你的股债配置 那我这样子这一档的产品 我要 怎样来做一个搭配 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效果呢 是 因为在市场上呢 有很多党的产品啊 他深受投资人的喜爱 而且呢 规模又很大 就是很多人买嘛 对 跟着大家的脚步走 基本上不会错太多 但很多人会讲说 老师啊 不对了啦 那个股票市场 跟着大家的脚步走 不是很容易被割韭菜吗 但是我跟你讲喔 ETF不一样喔 ETF的话呢 就是因为他的绩效好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买 是 而且如果是定期订个排行榜前几名的话 哇 那更是被大家认证了 做一个那个简单的搭配 比如说呢 像00933B 你看它的波动是多少 大概才8.68%而已 那今年以来的话呢 也交出了4%左右的一个报酬 这是一个债券型的一个产品 可是喔 我们在做组合搭配的时候 看投资人的一个想法 你如果呢 就是比较偏重 想要领比较多的一个席 那我会建议你 可以考虑像00878 那个规模超过2000亿啊 深受投资人欢迎 而且他在定期订的排行榜上 一直都维持在第一名的一个位置 而且说百万受益人数的肯定 直接用钱来支持 用钱来支持这一档产品啊 所以呢你说 您今天买了一个债券之后 你要怎么做股票的一个搭配 然后呢 又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席 我跟你讲 首选就是选这个00878 这一档产品 高席加上好的债券型产品 啊 现金流满满满啊 对 而且这档还是上班族 跟家庭主妇好 学生扣款人数第一名的产品 没有错 大家都爱他 好不好 那你如果呢 今天呢 没有什么很迫切的现金流的需求 那你想要跟着整体市场的那个波动来起伏的话 那我跟你讲 这个0050啊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 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产品 它是台湾的低档 但是呢 人家是长青素啊 而且从过去到现在 是不是也交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报酬率的表现 没错 那你今天在做搭配的时候就很简单啊 你如果想要现金多一点的 想要股息多一点的 帮我挑这个组合 933b呢 加00878 哦 这个殖利率呢 就可以拉的比较漂亮一点 是 那你如果呢 今天想要说 我的目标是 可以跟着市场一起赚 然后呢 你的累积的速度的话 有机会比较快的话呢 那你就要去考虑 933b把波动降下来 然后呢 加入呢 0050这种市值型的产品 那在市场整个起飞的过程里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呢 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平衡啊 这样子市场 不管它往哪个方向走 你都可以一直 呃 跟着市场的话呢 赚到你应有的一个绩效 如果呢 钱比较多 预算比较多的话 也可以全部都包起来 哦 当然可以啊 你如果 今天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没有啊 那简单吧 山岚都包起来就好了嘛 对对对对 谢谢鼓宜老师的分享 来咯 宣伦口头餐来咯 投资获利简单三个步骤 选对标的 定期订阅Action 然后就完成了 宣伦还是要提醒 每位投资朋友的投资风险属性不同 基金投资有重要赔 投资前还是要看一下公开说明书 投资朋友 你存股或存ETF 存最多的是哪一档呢 你存几张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喜欢鼓宜 hay什么 投资 hay什么 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下面小铃铛 要简单全部开启 才会看到我们这部影片 拜拜 拜拜